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這是我開箱過最貴的SSD 價格大概是2000塊出頭 不過單位是美金 所以台幣大概就是6萬多塊了 這是我目前開箱過最貴的單一電腦零件 比CPU都還要貴 這顆是Intel的Optane SSD DC-P5800X 容量是800GB的 採用的是U.2的傳輸接頭 一般家用我們當然是很難看到這個規格 這主要是設計給伺服器使用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其實它就是2.5吋硬碟的大小 厚度是15mm 那就比大家常見的7mm 或是以前比較常見的9mm 還要厚一些 上下外殼應該都是鑄造後在用CNC加工的 整個拿起來非常的堅固有分量感 上面的小旗片也非常的硬 之前還沒裝到電腦之前 我就把這顆SSD跟905P放在一起 哇這兩顆外觀真的太像了 導致我經常會拿錯 我看到網路上有人問說 像這樣伺服器在用的這種U.2磁碟 它可以安裝到一般的桌機的電腦上面嗎 答案是肯定的 不過你需要準備一些轉接的東西 那就像我們這次的測試平台 CPU使用Intel Core i9-11900K 是Intel目前消費級的旗艦CPU 我們目前也是用360的水冷幫它做散熱 主機板剛好最近在拍攝了NJ的N7Z590 會使用這樣的主機板還有這樣的CPU 主要是因為這顆SSD是支援PCIe Gen4x4的 而Intel目前最新的平台 也就是第11代的處理器 才有支援PCIe Gen4x4 如果是第10代的話那可能就沒有支援了 記憶體的話就是使用海盜船兩條16GB共32GB 此碟同樣也是用Optain SSD的 是905x480GB作為系統碟 作業系統是Windows10的專業版 在轉接上面我使用的是PCIe轉U.2的轉接卡 這個卡一張大概是1000塊左右 它上面沒有什麼晶片 就是單純的PCIe拉線而已 所以Gen3 Gen4的U.2都是可以通用的 安裝上也非常簡單 就是將U.2 SSD安裝到這個轉卡上面 再把這個轉接卡安裝到主機板的第一條116通道上 這樣確保它可以跑到PCIe Gen4的規格 那麼這個容量不到1TB的固態硬碟 到底最貴在哪裡 居然一顆要6萬多塊錢 我們先從規格來看 首先可以看到它的產品代號是Older Stream 這跟Intel接下來要發布的第12代 桌上型處理器Older Lake是沒有關係的 應該只是個巧合吧 這個系列原本要發布的容量有四款 400GB、800GB、1.6T還有3.2TB 不過目前3.2T好像都沒有看到 連官網都沒有這個資訊 那看來最大就是只有1.6TB了 對比其他企業用的SSD 經常可以看到有7.68TB的規格來說 Uptime SSD的容量其實並不算大 哦對了 以前它有HHL的款式 但是這一代就只剩下U.2的囉 接著往下看到速度規格 P5800X這個系列都是PCIe Gen4 by 4 NVMe的interface 因此可以看到 標示的循序讀取可以達到7200MB 循序寫入也能夠達到6100MB 實測當中 讀取的確能超過7000MB 這其實非常難得 因為Intel過往許多SSD的速度表現 不是特別出色 例如905P 它的價格比當時 頂級的PCIe Gen3 by 4 消費級的SSD還要貴不少 這樣的頂級的消費級MW2 SSD 它的速度通常大概在 3000Mbps到3500Mbps左右 而905P當時的速度約莫就是2600MB而已 其實差距是有一些的 那即便是當時的企業級 P4800X 也就是這次開箱的P5800X的前一代 它的速度約莫也只有2500MB 也沒有吃滿PCIe Gen3的頻寬 但是這次 P5800X 它能夠達到7000MB以上 我覺得就已經相當圓滿了 因為它基本上已經吃滿了 PCIe Gen4 by 4的頻寬 當然 Uptain SSD厲害的不單單是看它的讀寫速度 而是看家本領 3D XPoint 這個黑科技完全是降為打擊 它跟我們一般常見的Net Flash 完全不是一個等級的東西 3D XPoint的優點一大堆 各項效能指標更是誇張的強 不過一般家用其實感覺不太出來 加上價格也是滿貴的 所以通常都是用在伺服器上面 有幾個很強的點我會舉例來說 第一個就是它的寫入壽命非常強 一般情況下 大家都知道嘛 DLC壽命比QLFC還要好 企業用的通常壽命也會比家用的好 3D XPoint的壽命比Net Flash還要好 第一代Uptain SSD 企業級就是P4800X 它的壽命是60DPWD 而第二代也就是這顆P5800X 已經達到100DPWD 哇靠 這非常誇張耶 像是手上這條很便宜的intel 660P 1TB 它的寫入壽命大概是200TB W 為了方便比較 我們簡單算它800GB是160TB W 而5800X的100DPWD是5年 換算下來就是146000TB W 大概是660P的900多倍 哇有夠扯了 那你說啊這樣不公平啦 拿QLFC去跟3D XPoint比 然後還拿家用低階的去跟企業高階的來比 那當然是不公平啊 但是這樣一般大眾比較有一個清晰的比較基準吧 就像SSD跟HDD直接拿來比較 當然也不公平啊 但是你起碼知道它的差距有多少 而且呢就算是拿P5800X跟其他品牌的企業級固態硬體來比較 在寫入壽命這個指標依舊是相當恐怖 要知道其他企業用的NetFlash的SSD 廠商標示DPW通常是個位數哦 而且通常還要精準到標示出小數點 那很多還不一定能夠超過10位數的DPWD哦 而Uptain SSD直接都是10位數以上了 手上這顆最新的5800X更是直接達到100耶 隨便都是人家的幾十倍幾百倍了 DPWD就是說在保固期限內 每天可以全次跌寫入的次數 例如P5800X800GB保固5年 那就是5年乘以365天乘以100次乘以0.8TB 就是146000TBW了 這麼強的寫入壽命 我還真想不到有什麼方法可以操保它 即便是滿載 讓它去挖起壓幣 保固內也達不到它的寫入壽命 搞笑點的話幾乎可以說 這是一顆可以讓你一直做磁裂從組的固態一別了 完全打破大家以前對於SSD的認知啊 如果你有想到什麼可以操保SSD的辦法 歡迎你留言在影片下面 或許我們就來試試看 在現實的應用場景當中 其實我們一般更常用到的是讀寫混合的執行 但是這樣對SSD還有HDD 寫入還有讀取 就容易出現速度大幅下降的狀況 而3D XPoint的優勢 還有本身特性的使然 在這種讀寫混合的情況下 讀寫速度還有Iops的發揮 反而會更好 這部分因為我也沒有PCIe Gen4的伺服器 加上目前是轉接 其實測不太出來一些數據 以官方規格表來說 4K隨機讀取大概是160萬Iops 這已經非常強了 因為市面上頂尖的PCIe Gen3 SSD 大概都是幾十萬Iops 頂尖最新的PCIe Gen4 SSD 也才剛碰到百萬Iops的邊緣而已 依舊都不是Uptain SSD的對手 此外剛剛前面提到 混合讀寫反而更強 Intel官方表示 這種情況下更可以達到200萬Iops 啊我已經沒有形容詞了 真的是太變態了 此外在較低注列深度的效能上 例如QD1 一般SSD在效能讀取時 效能就會軟下去了 但是這就是Uptain SSD比較厲害的地方 通常跑出來的數值也會是別人的好幾倍了 也是Uptain SSD 可以激壓群雄的地方 在CDM的測試當中可以看到 隨機4K的三項指標都可以達到 逼近10萬Iops 這都是一般頂級SSD的好幾倍哦 此外Uptain SSD還有超低的讀寫延遲 4K隨機讀取都能夠低到5microsecond 相較上一代的10microsecond降低的非常多 而在實測當中測的也是大概10microsecond左右 但是相較目前頂級的PCIe Gen4 白負的SSD 大概都還要40-50microsecond 這絕對也是碾壓式的勝利 老實說一般家用 其實我們也很難去體會差幾個microsecond對我們會有什麼影響 但是據我所知 在一些伺服器需要每秒處理幾百萬筆資料的應用來說 超低的讀寫延遲那就會是一個大賣點了 而拆解方面 我本來已經決定要拆解這顆SSD 並且放棄這個6萬多塊SSD的保固了 但是它真的太堅固了 實在是打不開 加上後來有看到國外已經有人發表了文章 裡面有包含它的晶片的樣式還有型號 因此我就沒有執著再把它拆開來了 以上就是這集開箱Intel Optane SSD P5800X的過程了 邀請你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